当你决定了你的这个婚礼日期 然后你把这个婚礼场地 已经是定下来了过后呢 其实你可以马上去做一个 一引外的这个RSVP 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Elly Channel的分享视频 我是Elly 你们的婚礼策划师 那这个视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你的RSVP到底要几时 才要Send Out给你的来宾们呢 那很多时候很多新人们 我相信现在结婚的新人们 应该会有自己想要的婚礼形式 风格 可能是要在主题式婚礼 还是酒店式婚礼等等的 那当你有了这些想法过后呢 其实能够帮助你 就是容易选择自己的想要的婚礼场地 跟更快的去决定整个婚礼的形式是怎么样的 那通常新人们第一步会怎么样做呢 就是会去算日子 或者是有些新人呢 会去选一些Special Date啊 还是你们的Anniversary的Date啊 去做你们的这个婚礼热期 也要刚好就是Witend 就是拜六礼拜的 那当你决定了自己的婚礼热期过后 然后呢通常新人们现在可能会去找婚礼策划师 然后一起去找这个婚礼场地 然后还有其他的供应商 但是当你决定了你的这个婚礼热期 然后你把这个婚礼场地已经是定下来了 过后呢 其实你可以马上去做一个e-invite的这个RSVP 就是这一个现在很多电子的这一个invitation card嘛 然后先准备了些 然后把你所有的热气啊地点啊 时间其实大概的时间晚宴都是差不多 可能你可以放七点七点半左右 那所有的details你放了过后呢 其实我是比较鼓励你们的 就是直接send out给所有你认为比较重要 你很想他来attend你的wedding的 所有的一些家人啊亲戚啊朋友啊 或者是一些非常important的guest 你很想请他的 你先发给他 因为呢现在大家也知道很多人 其实工作也很忙碌 甚至有些人会飞来飞去啊旅行啊 那如果你越早给他 他就越早可以安排他自己的事情 那他也可以非常的早让你知道 他能不能来attend你的wedding 有没有听过很多新人们在筹备婚礼的 可能靠近婚礼的时候觉得很烦 因为有些朋友有些亲戚说可以来 有些说不可以来 然后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来早上的tea ceremony 来进查到底要怎么样 很乱很烦 所以其实当你决定了你自己的婚礼热期跟婚礼场地呢 你就可以send out你的e-invite的RSVP 你先send out先通知大家 如果说他们很快的已经回应你 那有些新人们呢是会做这一个printed的就是这个印刷出来的这个情检 那如果你要做情检的话当他们在e-invite很早reply你 其实你的情检也可以知道大概你要印多少 所以你不会印太多然后浪费或者是浪费钱等等的 所以如果你早做RSVP你除了可以知道你印刷情检要多少以外 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最重要的guest你很想他attent你的wedding的 他一定会在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每个晚宴不管是餐厅啊还是酒店啊酒楼等等的 其实他们都会有一些minimum span的或者是多少人 那你也很容易去预算你的人数 人数预算了过后呢你也知道食物啊可能一些酒啊饮品啊你要预算多少 那你可以更早的去完成你整个婚礼的策划 我就有一位新人呢之前呢就是他会问我说 欸Elly我们这么早就是说预定了婚礼场地还有所有的供应商 然后呢也很早我就帮他做好了这个RSVP 然后就把他send out 那他也说其实我大概也能给你知道大概人呢 人数是比如说三百人左右 最多可能就是会去到三百二十人左右 那其实我现在还有什么东西要做呢 其实我就说其实你非常幸福 因为你很早已经做了这个RSVP 甚至来RSVP的人也会告诉你说 有些亲戚朋友早上是不是会去你的家 还是早上的那个仪式他会出席这个警察仪式 所以很多东西他已经做完了 甚至他很长的时间去排位置 就是每个来宾谁跟谁做 所以这个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RSVP越早删出去是越好的 希望这个分享能够带给你们 就是reduce了你们在婚礼策划的 这个过程的这个stress 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打开你的小铃铛 和订阅我们Exo23 Wedding Events的YouTube Channel 有任何的更新 你会是第一时间之道